建築冒出浓浓白烟 消防人员在残堆瓦礫中找寻生还者 乌克兰扎波罗热遭到俄军炮击 BBC报道当地传出三声大爆炸 外界担忧扎波罗热核电厂的安危 俄罗斯总统普钦已经下令接管核电厂 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葛罗西也急副机副处理 另一方面乌军在枪林弹雨下持续反攻又有新斩获 举目所见都是俄军遗留的军车 乌军还要一边躲俄军攻击 在他们收复尸土后当地民众袭击而起 另一方面基辅南部一座小镇遭俄军神风无人机轰炸 至少击落六架机体 现在俄罗斯国内质疑军方为什么没有保护子弟兵的声浪 反战的俄国官媒制作人成功带女儿逃离软禁地 他放话要让普钦为开战的决定负责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